據報今天零時零分開始 中國大陸油價大幅增加 92號汽油每公升上漲0.43元人民幣 0號汽油每公升上漲0.45元人民幣 以私家車來計算的話 日滿油將會洗多21.5元人民幣左右 對此《大紀元時報》專欄作家王克表示 中共控制下的三間官僚企業 當中包括中石油、中石化 以及中海油對中國大陸石油行業的壟斷 就是造成了油價暴漲的關鍵原因 而中國大陸退休工程師金先生也認為 中共官企追逐高額壟斷利潤 推高了油價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早前報導 俄羅斯官方公布的出口數據顯示 出口到其他國家的石油價格 都低過歐美限定的每桶60美元 含運費就低到每桶35美元 而賣給中國大陸的價格 就高達每桶72.51美元到83.67美元 對此金先生表示 中共當局高價購買俄羅斯石油 又對俄烏戰爭推波助瀾 然後再將高成本轉嫁到中國大陸消費者身上 還有先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